在观光产业暗淡的时刻 花莲杰西度假爱美酒店 推出了全新的Buffet自助餐厅 探索厨房 除了呈现丰富的花兜新鲜食材 也有多元的异国料理 搭配高档新级饭店的装潢品味 不仅要满足旅客的味觉享受 还要让花莲乡亲品尝美食新境界 花莲最新最高新级的 杰西爱美度假酒店 在暑假期间一开始 就推出了探索厨房自助餐厅 以开放式餐台呈现丰富的 花东新鲜食材 不仅透过崭新视角 玩味美食风貌 餐点也展现了多元的异国料理 满足旅人们的味觉享受 那我们推出来的话 第一个我们是有送龙虾 送龙虾 龙虾这一块的话 当然或许说有些人觉得说 不是那么特殊 可是我觉得说这次也是 对花莲消费者 对我们杰西爱美来的 我们的一个礼物吧 一个礼物 当然我们这个 至于我们的热菜 还有凉菜 还有日式餐饮 这一块的话 我们都有针对消费者的需求 我们每一周的话都会有更换 都会有更换 我们会询问消费者需求是什么 所以我们菜色的话 你上周来跟这周来 可能会些微的不太一样 让消费者的话 在地的消费者每一次来 都能够感受不一样的风情 或许你下一次来 或许可以尝到东南亚的风味 也说不定啊 说不定下一次来 有欧洲的风味啊 所以我们每一期的话 我们都会尝试着去变化 在探索厨房可以品尝到 花冬圆明风味的美食 也有正宗道地的北平烤鸭 慢烤牛肉 还有异国料理风味餐点 甜点也是缤纷可口 冰淇淋则是选用哈根大斯品牌 为丰富饱足的饗宴 留下完美据典 另外餐厅整体也营造出 热带度假风格 各区餐台也精心布置 南洋植栽还有灶景 带给旅客们 视觉味觉的双重享受 杰西爱美探索厨房 也将带给花莲乡亲 品尝美食的新境界 戒旅会幻视报道 感谢观看